要拍照要簽名 以為是哪個大明星 仔細一看竟然是郭董 鴻海召開臨時股東會 疫苗變成粉絲見面大會 天氣很冷 想說股東不會出席勇躍 今天看來大家都穿了 很厚重的衣服 也穿了滿有像過年的氣氛 言語關心郭董化身暖男 不過股民也有話要說 董事長你是不是希望到200塊 我想你要到400塊 不是200塊 第二個 站在你個人的立場 你是不是想做川普 現在台灣一片哀嚎 有600間飯店倒閉 要叫郭台銘董事長去買 不僅要郭董舅舅不動產 股東還想問問 左派右派的股價到底要不要漲 畢竟現在不僅離目標價200元 越來越遠 31號鴻海收在92.2元 又跌了1.5% 郭董笑笑沒給答案 不過專家這樣看 困難度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的法人機構 都認為說他的出貨量應該會減半 漲到200元似乎還有得等待 接著下一位股東也要說話 只要郭總裁今天講上個字 保證漲停板 那上個字就是我願意 要拱郭董出來選總統 判他的成為救世主 不過他還是1號表情 曖昧微笑不作答 反而是鴻海2017年第四季表現 郭董打開畫家 郭董難得開起玩笑話說的幽默 看來鴻海的業績表現 已經全寫在臉上 新春快樂給這裡 郭台銘再給各位拜個早年